你是否曾经相信一个谎言,而让你做出错误的决策? 你是否曾经执迷于一个错误的信念,而让你失去自我? 你是否曾经被他人的洗脑催眠而让你无法自拔? 自我欺骗,我们如何欺骗自己? 自我欺骗是一种心理现象,涉及对现实的歪曲和自我欺骗的信念。 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,以满足个体的心理需求。 然而自我欺骗也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决策, 影响个人的生活和人际关系。 案例,婚姻中的自我欺骗。 亚强和亚珍是一对夫妻,他们结婚已有十年。 然而他们的婚姻关系逐渐出现问题。 虽然亚珍意识到他们之间,存在着沟通和信任的问题, 但他一直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。 亚强则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。 他自我欺骗地相信他们的问题会自行解决。 而不愿面对现实,自我欺骗可以解释为认知失调的一种表现。 当个体的行为和信念与现实不一致时, 他们可能会产生认知失调的感觉。 在亚强和亚珍的案例中, 他们的行为忽视问题和信念, 问题会自行解决与现实。 存在沟通和信任问题不一致导致了认知失调。 要克服自我欺骗,我们需要勇于面对现实, 接受事实并主动解决问题。 这需要建立更好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的能力, 同时寻求外部反馈和专业帮助, 如心理咨询师或婚姻辅导师, 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自己和现实。 反思时刻,你是否在某些情况, 下野陷入了自我欺骗的陷阱。 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, 可能存在自我欺骗的行为时, 我们能否勇敢地面对现实, 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改变自己。